曾经荣获中国文艺协会油画创作文艺奖章 现任国防大学应用艺术系助教的黄鸿道 目前在一廊展出阳光人群萨拉曼家油画创作展 擅长绘画人群的黄鸿道老师 把在西班牙小镇长期观察人群的心得 透过画作呈现出来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不妨在10月底前到场参观 这幅称之为巨雨扇300号的油画创作 画出萨拉曼家人热切的散步态度 也是黄鸿道老师此次油画展最得意的创作作品 画中西班牙小城的人群聚散 每个陌生的脸孔也吸引着欣赏者想要走入画作 享受南欧冬季的午后阳光 这个城市萨拉曼嘎呢 他们的人群很喜欢走到街上 那人群对于这个城市来说 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景观了 所以我在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去观察他们这些人群在散步的情景 回台湾以后我闭上眼睛 那个人群就不断地从我脑海中显现出来 所以我陆陆续续又回去好多趟 两边跑 然后都不停地在创作这样的主题 《皇后道》最新萨拉曼家城人群的描绘 外加上长期的观察联想与创作 让他完成相当多的经典画作 而每幅作品都相当值得细细品味 萨拉曼家是我在西班牙留学时候的所住的一个城市 那西班牙当然他的阳光是很有名的 那整个欧洲人他一辈子辛苦劳累 就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到西班牙晒太阳 那我一方面我也很喜欢描写人物描写阳光 所以这次的主题就以这个为主题 阳光人群沙拉曼家油画创作展 目前在董德一郎展出 对于油画创作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在10月底前到场参观 体验黄红道的人群意念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 对于油画创作与德宇采访报道